大家好 我是某区在旺賓 今天呢站長盛莊來到金華酒店吃下午茶 為了什麼 為了站長右手邊這台 Lexus LS 500H的小改款 那麼小改款究竟有哪些特色呢 站長帶大家一一來看看 首先我覺得 AOS 500H在今年小改款之後 其實應該算是2021年式 就在國外的話 以美國或是整個歐洲來說的話 是在去年9月就陸續的改款上市了 台灣我們從2021年開始 我覺得顏色來說 是這一次新車色的一個特點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是一個新月營 它特別在哪 有一些角度它看起來像香檳精 有些角度當燈打下去 它又看起來像亮白色或是亮銀色 就它整個層次的豐富變化的非常多 這就是新的顏色 它整個新的烤漆技術的不同 帶來那種新的質感 再來呢 以外觀來說 改款最大的就是在車頭的部分 過去其實在前一代 應該說第五代來做一個大改款的時候 其實Nexus希望把AOS 500H 推給一些比較算是自駕的使用者 也就是說車主買來 你是想要自己來做駕馭來開車的 所以整個調校上面呢 懸吊會比較稍微著重一點操控的部分 另外在外型呢也是比較運動化的 但在2021年小改款之後 我們從車頭可以看到 其實我覺得整個AOS 500H 它的車頭變得比較內斂一點的 原本比較張揚的 比較多折線的設計呢 現在它反而把它比較平面化 加它整個質感 或是說它整個外觀上 變得比較大氣 首先我們就來看 側面的這算是一個氣霸 進氣的部分呢 它就設計了比較 我覺得像是溫和一點吧 過去它整個折線是往上的 再來 新世代的頭燈呢 包含我們前一陣子所介紹的 i300H一樣 它把這個小勾勾 從原本分離式呢 整合到整個3LED的這個頭燈裡面了 如果以AOS 500來說呢 所有等級都是採用目前 Nexus最高配備的這個3LED的頭燈 如果在其他車系的話 就要看你選擇的是哪一款車 會略有不同 再來水箱護照的部分呢 也略為修改 它整個層次整個面變得更多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車尾的部分 車尾的部分呢 其實在小改款之後沒有太大的改變 但我蠻喜歡 AOS它整個車尾在折線的處理 我們從這邊看到 它的線延伸到行李箱蓋後面呢 它一樣做了一個 算是比較尖銳的折角 但是呢 它跟i300來比呢 它的倒角是做的比較大的 所以一樣它是有非常銳利 立體的外觀 但是呢 在細節的處理上 又不那麼張揚 接著我們進到車內來看看吧 進到車室來呢 第一個注意到的是它整個 娛樂系統 螢幕的改變 新款呢 改款之後呢 整個螢幕變成是觸控式的 所以它也必須要 對駕駛來說 要移的是比較近一點 所以我們才可以 駕駛才可以 直接來做一個觸控選擇 接著來跟大家聊一下 整個內裝質感 我覺得最棒了 在於整個門板的設計 它的扶手的部分呢 是有點浮空的 再來呢 裡面這一層呢 是來自京都的西陣芝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塊呢 是應該算是手工製程的吧 所以每一台車 它門板上的西陣芝呢 它的紋路都是不同的 所以每一台車都是獨一無二的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上面這是金屬材質 是一個螢光薄翼的設計 它應該是用 利用10顆的技術 把這個紋路呢 給雕食出來 那我覺得不管是西陣芝 或是螢光薄翼呢 從這邊開始 從門開始 都彰顯出整個LS500 在改款之後的質感 再來我們到後座來看看 小改款後的LS500H呢 它在整個定位上呢 更偏向後座買家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在於它整個 皮椅下方的發泡材質 它的減震度更好 也就是我們在後座做的時候呢 你車輛加速時的G值呢 包含整個晃動呢 會明顯小很多 這就是 從原本大改款之後 比較偏向前座 到現在小改款之後呢 它把調性又拉回到後座 我們來進來看一下 它整個後面呢 觸控面板 它的質感真的非常不錯 而且它是稍微有往前斜的 我可以在這邊呢 改變 包含空調 或是座椅 例如說我現在想要改變 我的座姿 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我把前座 先往前移 來取得我最好的腳步的空間 甚至把它往前倒 如果前面有人的話 它現在就被我折過去了 再來我可以調整什麼 調整 右後座 我今天如果想要做得比較躺一點 舒服一點 看到沒有 這個姿勢多棒啊 馬上就可以 躺下來就可以休息了 這真的太棒了 哇 還不只空調 音樂 空調 座椅 還有按摩座椅 然後遮陽 燈光 都在這個小小的液晶面板裡面 可以來做控制 那當然台灣真的天氣很熱 所以整個通風座椅 從這邊就可以開啟了 三段式的調控 或是現在冬天這麼冷 它也有加熱座墊 也是一樣 三段式的 來改變加熱的程度 觀看我們前面所介紹的 螢光薄椅還有吸震汁呢 這個質感 當然要一起延伸到後座啦 針對後座買家而生的啊 這真的太舒服了 我要在裡面睡一下 先不管你們了 整個小改款後的LS500H 我認為它整個質感 無論在外觀上的設計 或是整個烤漆 都圍繞了這個主題 把質感加分起來 雖然現在還沒有機會測試到實車 不過站長從原廠的資料 影片裡面可以發現 包含從AVS 吸壓懸吊開始 到Driving Mode 駕駛模式 都是針對整個乘客的乘坐性 來做提升 現在台灣還沒有公佈正式的售價 不過以國外目前已經公佈售價的市場來看呢 價格是維持一個持平的 我是某奇哲長兵 那我們下一次 有機會來實際測試LS500的時候 再跟大家報告了 下次再見囉 掰掰